玄冰和孙艺珍从相遇那天就赚足了观众的期待 两人因协商相识,又因爱的迫降结缘 据韩梅对两大明星恋人玄冰和孙艺珍的持续跟踪 得知两人的婚礼定在本月底,即3月30号 地点定在首尔交通片里的地方 这对善男信女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勇敢迈出了第一步,并在恋爱8月后承认了恋情 又在一年后官宣了婚讯 虽然两位美好的人儿极力遵循低调,拒绝赞助 只邀请部分好友以非公开的行事秘密举行 但婚礼的日期婚房,以及筹备婚礼等诸多细节 还是被陆续扒了出来 据双方亲人透露,二人宅的几日30号正式举行婚礼 是经过双方父母商讨而得出来的最佳好日子 此前有媒体爆料说是2月末,最近正式是3月末 韩梅还透露,婚礼情帖由选宾和孙艺珍亲笔鞋 诚意满满,只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 不打算公开婚礼现场,所以具体邀请了谁暂时报秘 目前韩梅正积极争取在婚礼期间能采访到二人 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1982年出生的孙艺珍今年已经40岁 她的外形优雅迷人,笑容清纯甜媚 特别是那一双弯弯的信念,清澈又水灵 和玄斌在拍摄爱的破降时 擦出爱情火花,双双址入爱河 韩梅地设在2021年1月拍到二人一起打高尔夫球 恋情被曝光,两人才公开恋情相互认爱 如今定的结婚日期极有可能是他们正式确定交往的那一天 玄斌今年也是40岁,她身材厚实,外形俊朗 在爱的破降中,扮演正气的特级军官李正赫 时刻保护着孙艺珍饰演的隐世力 两人的CP感特别的真实 如今爱情成功奔现,收获了无数观众的祝福 十分期待他们的婚礼 被称为国民女神的孙艺珍 出道20多年,和她合作过的男神就有赵颖诚、苏志谢 李敏昊、丁海英 但都没有恋情传出 发现在爱的破降中,她和玄斌十分登对 所以孙艺珍也十分珍惜和玄斌的相遇 曾透露玄斌是她的初恋 足以见得她对这段感情的肯定 而玄斌的感情经历相当丰富 作为韩语里的顶级男神 公开承认的女友就有黄志贤、孙慧桥、姜素拉斗女明星 不过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每段感情不超过两年 皆因压力大,聚少离多而分手 最后遇到温柔善解人意的孙艺珍 将爱情进行到底 认定对方是自己的另一半 玄斌和孙艺珍公开认爱之后 双方父母都盼着他们能早日完婚 对这对先配的一对相当满意 剧亲友透露 婚礼本想提前在去年年底举办 但两人均是39岁 风就不适合婚 再加上两人的档期已经排满了 所以最终延迟到今年3月举行 地点选定在首尔的华克山庄酒店 该酒店装饰豪华、有气派 又不是浪漫 是举办婚礼的圣地 租金昂贵 按天计算 租金在2000到2500万韩元之间 约12万人民币 并且许多艺人夫妇都曾在此许下誓言 如裴永俊夫妇 金喜善夫妇 韩家人夫妇等等 场地位于半山腰 又是独栋别墅 风景秀丽 一眼就能望见汉江 是举办户外婚礼的离象场所 该酒店遵循 一天只办一场婚礼 安保工作得当 能最大程度保护了新人和嘉宾的私密性 两人位于酒里的婚房也曝光了 距离该酒店婚房只有10分钟车长 该处是玄冰去年花48亿韩元 约2500万人民币购入 别墅面积近300平方 婚礼在即 玄冰和孙艺珍忙里偷闲 前不久还一起看话剧 爱得炙热 不仅如此 孙艺珍的妈妈给女儿准备了 1200万韩元首饰盒 也扒了出来 此后又自称娱乐圈业内人士的朋友 爆料了一则婚礼的八卦 该人士表示 玄冰和孙艺珍目前还没有给亲友 发出婚礼情见 但是两人已亲自给参加婚礼的亲友们 大去电话邀请 并问候了对方 虽然二人宣称非公开婚礼 只邀请了家人和好友 但能成为二人的至亲好友 身份肯定都不一般 不管是之前的双送 还是前段时间的朴信会 婚礼都说是非公开 到场的明星可真不少 孔孝珍 宋云儿 李敏妍 孙艺珍 这边闺蜜团肯定都会参加外 缘起不灭赵映成 狱中撑伞的感动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中 袖珍深爱的郑宇胜 个人取向冒失同居的李敏昊 与你再次相遇暖男苏致信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小奶狗鼎海音 不知道这些曾经 荧幕前的感动 到时候能有几个到场 而玄宾方面 好友们在前段时间 曝光的筹备中 已经短暂的露了面 筹备完婚礼事宜的 准新郎玄宾 提前宴请了 犹豫工作等因素 不能前来参加婚礼的部分好友 围着玄宾的不是圈内好友 而是男神从小玩到大的素人发笑 早在玄宾拍摄电影《猖獗》的时期 几位可爱的哥们 就曾一同给剧组 送去了应援餐车 一路见证了玄宾 从素人到新人演员 再到大事男的20年 如今好哥们终于要迎娶家人 不辱人生的第二幕了 发小们打心理替他高兴 玄宾和孙一珍 都是温暖又真诚的人 对于两人亲自给亲友打去电话的举动 对此粉丝们并不感到意外 备受瞩目的世纪婚礼进入倒计时24天 韩梅和喜爱她们的人纷纷翘手以盼 准心将孙一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在网上晒出了一张婚纱照 为婚礼预热 近照中的孙一珍美貌升级 妆容精致细腻 皮肤白皙透亮 眉目纯青乳化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漂亮姐姐的幸福与快乐 穿着白色婚纱礼裙的她 侧身对着镜头甜笑 身姿挺拔 上半身镂空薄纱 配上花瓣刺绣设计点缀 优雅和女人味尽献 更加期待两人的婚纱照了 准心娘容颜换发 准心郎也是春风满面 选边的近照也是帅出了新高度 最新广告大片中的她 比以往少年气更浓了 生土里的她 眼里未见一丝皮态 皮肤细腻光滑 头发浓密发亮 身材壮硕 气质俊逸 颜值又回到了四年前的 鞋商巅峰时期了 但刚刚提到 和她儿时晚伴相聚的选宾 做回素人的她 穿衣打扮不再追求精致 而是以自在叔父为主 选宾竟然变成了粗犷的大叔 和荧幕上光鲜清爽的形象 区别很大 大地是幸福肥 近照中不老男神标志性的V脸 也微微有了发塞的痕迹 脸蛋变远润 身材更加壮爽 宫二投机很发达 选宾除了脸型外 物观本就和孙艺珍的爸爸审思 如今塞帮子变故后 模样也就更像老丈人了 两者一对比真的超级香 过真注定要成为一家人样 选宾和孙艺珍果然是天生的一对 连备战婚礼的状态 也是势均力敌的 看到美美的准新娘 帅气的准新郎 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更加期待两位的婚纱照 和世纪婚礼呢 我们下期待